各国升温 台湾驱稳 韩国人口是我们两倍 现在一天是1800例 日本人口是我们的五倍 它现在一天16000例 我们现在同各位说 美国打完疫苗已经近六成 这七天的平均值 一天13万例 这就是全世界的情形 打完疫苗的是这样 我们的周边国家是这样 全球都缺疫苗 澳洲买Moderna 2500万剂 现在第一批只到100万剂 这越南它订购3100万剂BNT 它7月到货9万 泰国它本身在生产A剂 它现在只到货10% 我们在5月16号的时候 我们只有来31万剂 当时全国接种率1% 今天还没有到8月底 就已经来了1038万剂 我们的接种率现在是39% 我们5月16号那时候 一天600多700个 到现在我们是个位数 这是90天内我们做到的 是大家一起努力 是人民相信政府支持政府 我们这一次的纾困 连孩童家庭 因为没有到学校的防疫 我们都给它补贴 这一些通通是现金 已经有1088万人次来到现金纾困 到1594亿元 大家的努力 人民实在厉害 我们的经济成长创11年来的新高 同时因为经济成长好 我们民众可以不必负一千块 就领补备券五千块 希望我们疫情稳定 抗疫成功后 振兴更能达成功 这请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 减负担增福利 我们一起努力 请不吝点赞福利